7月18号,台北分享了大S跟新婚老公聚军业街头等红等画面 当天晚上,大S跟聚军业在助力的陪伴,下午爱出,夫妻啦都身传休闲装 聚军业穿着米,总色脸皂外套,搭配五份牛仔裤,小腿脊肉健壮,虽然年过半百 但是身材管理超好,精神状态还是如小伙子一般 大S发着丸子头,穿着洗肩带黑白鸽子连衣裙,背部线条特别好看 40多岁的大S这背影完全就是少女状态,脚踩拖鞋,跟老公牵手压马路,十分甜蜜有闲 夫妻拉手牵手弟弟同时,聚军业海,柔卓爱妻的药 这样的状态下,大S手背在身后,两人被调侃像漫画一样甜蜜的扭在一起 这也是夫妻两位数不多的童狂照片 上次看到两个人童狂应该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当中 这次能看现实生活中逼他们,粉丝们也是非常开心 虽然看不到两个人的正联 但能从他们的肢体动作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两个人,在大街上都不忘当中,秀很爱 聚军业楼招大S的药,是挤进口 而且将胳膊都快铭,成满化了 足以可见他们之间的甜蜜 还像热恋中低小情侣一样 人到中年还能有份这样的爱情真的是让人羡慕 看得出大S在这段婚姻里也乐 在其中,对聚军业感情很深 婚后带老公结交朋友,开脱人脉 还跟老公问一起纹铜砍纹身 互相爱得高调又深沉 大S初阶也大方露出背后代表饱含爱意的纹身 组建跟聚军业过得很幸福 祝两人长长久久呀 甚至聚军业在最新的采访中 被媒体问到会在台湾带到什么时候的问题 聚军业的回答出乎意料 他说我已经结婚了 会在这里不过结婚生活 如果没事的话就带 在这里有事的话就会韩国 可见聚军业是为了大S已经并举在台湾了 其实他们结婚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地的问题 不过现在看来这个问题 已经被聚军业很好地解决了 下面可以和大S亲情享受幸福生活了 其实大S现在是最幸福的女人 主要还是聚军业比较靠谱 给足了大爷三权感 而且是发自内心对大爷所好 最近聚军业在高雄演出的时候 还特地放了一首巴比尔的歌 大S的英文名字9是巴比媒体记者提问他是你的爱吗 聚军业非常害羞地回答 当然表情坏眼角都是笑意 看来两个人结婚这么久还是哀意浓浓 聚军业为大S而渡来台 MSTATE夫妻那也频频外出 日前本看读者目击他们在台北街头出没 两人的手还紧近相扣 而聚军业在台湾形成忙碌 除了副业店担任DJ 参加京区奖 他还出席高雄比酒加年华演出 大S前一段婚姻时 几乎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有人透露 当时他情绪低潮 到完全不想见人 王小飞常劝他出门走走 都被直接拒绝 如今在婚聚军业 他变美变瘦 心情大好到常跟着老公外出走动 不禁邀请至亲好友 参加小型婚宴 还一起出席周冬周杰伦 婚琳和林俊杰等人的聚会 当时周杰伦 变魔术给大S级巨军业欣赏 让夫妻俩相当着迷 如今小鸭口在 被目击一起外出散步 现然夫妻斗 很满意现在地生活 巨军业甚至透露 我上辈子应该游拯救世界 这辈子才会这么幸福 感情上 绿不可分 哀活齐烈 事业上 巨军业也相当抢收火热 除了二放台北新义区夜店表演外 也赴台中知名夜店演出 日前还在高雄 骑金比酒加年花活动大头镇 据悉 居军业40分钟的个人抵贼 休 臭牢超过百万元 聚军业在 台邀约很多 除了与大S结婚 因起话题 另一方面就是 第33届京区奖颁奖典礼 小S于套经营上台颁奖时 他意外现身 成了当晚高潮之一 而高雄市观光剧 因此要求承办厂商要约巨军业打头镇 承办厂商未次透过各种关系邀约 迅速在一天之内得到他的首肯 如今看来大S和巨军业两个人 都已经妥善处理了身边的一切事情 并婚结婚以及严家问题 剩下的就是好好过日子了 希望他们家能一直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